我们从小条件虽然艰苦 但是一家人过得挺开心的 但是到我15岁的时候 本月就停止了 当时我就求这一次 我说救救我的儿子 在2013年 有事业单位的考试 我那次考上了 好多年都没见我妈那么开心过 但是真的天灾人火 又降到我的人身上 我说这个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信 有一天妈妈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下去是情绪控制不住 我就把那个杯子卡就在地上就摔掉了 我现在回想一下的话 我当时特别不懂事 那你现在除了开了店之外 你又谈了女朋友没有 谈了当时是极力反对 然后妹妹就说逃跑 我俩在外面躲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你让你妈妈爱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毛纹 就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她充分证明母爱的无私 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笔质高药业特约播出 孩子天天长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促进生长发育 笔质高 财类胺酸磷酸青钙颗粒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正常生长发育 有请主持人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图磊 欢迎来到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笔质高药业 特约播出我们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百艳怡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美女主播柴子璐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我觉得我亏欠我妈妈太多 我欠我妈妈一个幸福 妈妈这辈子为了我 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妈妈一个人叫我们兄弟俩 汗兴如苦地抚养真人 让我们走出大山 去看外面的世界 当一切都快有好转的时候 二十八岁时 一场意外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从那时候起 妈妈就承担了我的所有 我就像个婴儿一样 什么事 都要依靠妈妈 妈妈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受了太多太多的委屈 妈妈现在为了我 还在操劳付出 我心里很不是紫园 所以今天到这里 我想对她说 妈妈 对不起 可是我知道现在 还在拖累你 来 我们掌声有请 被制线人妈妈张九梅 您好 同志女生 三位老师好 大家好 请坐 你儿子 是我儿子 几个儿子 两个儿子 她是老大老二 她是老大 她眼睛看不见 她眼睛看不见 今天她来道歉 是的 怎么她来道歉呢 她说我辛苦了 就是说 她现在开一个毛绅按摩店 我在店里面 就给她一天帮忙 十几个人做饭 一天做三顿饭 打扫威斯上洗床单 她给你发钱吗 老板给你发钱吗 老板给我有一点点 发给一点点 她发你多少钱 她给我发两千块钱 她这么抠啊 这老板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她不是您要请人吗 我说你不愿请人 那你就给我发上一点工资 她不肯 就是您要请人 就班不想让你干 不想让我干 不想让妈累着 就是这个意思 来我们掌声有请志仙人 儿子毛文 杜莱老师好 这位嘉宾大家好 请坐 谢谢 你怎么这么抠门呢 给妈妈发两千块钱 我妈刚开始说不要这两千块钱 她觉得发多了 按道理来说请这三个工种 应该花多少钱 按道理我们早上九点半上班 晚上一点下班 至少要请两个人 一个人得三千五的话 差不多得发七千块钱 发七千块钱 对 所以你这是高兴的 还是不高兴的 其实不高兴 我就是觉得我妈妈太辛苦了 她每天干的活是一个人要干 基本上要干三个人的活 而且是两班到早上九点一 一直到晚上一点 就是全天候的什么活都干 对 所以你感觉你自己还得拖累妈妈 很不好意思是吧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像我妈这个年龄 应该说是该退休 该在家里想亲父的时候 但就因为我的原因 然后到现在还在店里 受这么多的累 操这么多的心 有时候真的于心不忍 有时候我觉得作为儿子吧 亏欠母亲的 是太多了 从小家庭条件不好是吗 我们从小家里条件真的不好 在青海一个大山里面 条件虽然艰苦 但是爸爸妈妈爷爷都在 还有我的弟弟啊 一家人我觉得 还是有一点天天之乐 过得挺开心的 过得挺开心的 对对对 但是这种开心 到我15岁的时候 等于就停止了 因为在我15岁的时候 我爸爸因为一场意外 就离开了我 75岁丧父 对 就是父亲的去世啊 对于我们家 整个家来说吧 就顶梁柱整个都塌下来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上高一的时候 有一天班主任来叫我 他说 猫娃儿你出来一下 我出去他说 你赶紧回家 老师给你请假 你爸爸好像生病了 你回去看一下 当时我特别纳闷 我说我父亲身体一直特别好 怎么会生病呢 然后就从县城坐车 往回走的时候 到车站其实好多人 都知道我们的事情 但是他们谁都不敢说 就看着我那种眼神都不对 快到家里的时候 搬车司机给我说了 他说你爸爸可能已经过世了 就是到家里之后 最后一眼见我父亲的时候 我父亲还是比较安详的 比较安详的就让过世了 但是对我母亲 就是兄弟两个来说的话 年龄特别小 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深刻的体会 跟现在比起来 我觉得年龄越大 父亲那份深厚的爱 好像就越来越重了 父亲一倒 家庭应该受到很大的影响 父亲倒下去以后 最重要的是我妈就撑不住了 对我妈的打气特别大 我妈整整在家里躺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时候身体特别虚弱 每天也不说话一泪洗面 当时其实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看到妈妈就是 成这个样子已经 那时候已经不成人样了 瘦得已经不行了 然后有一天 走到床边之后 我拉着妈妈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妈妈 我现在已经15岁 也长大了 我说我不想上学了 因为爸爸去世之后 我就是 这个家里唯一 就是成年的男人 我得顶起这个家里的这个 当起家里的这个顶梁座 所以说我在外面的时候 也能打工 也能挣钱 也能跟他们分担一点 家庭的这个重担 说完以后 我妈其实当时 一直看着我 没说话 然后突然转过去 又开始流眼泪 又开始哭 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记得特别清楚 我妈 我和我弟弟出来 准备去上学的时候 我妈已经把早饭都做好了 做好早饭 拿着农具准备去干活 干活之前 我妈把我俩叫到跟前就说了 她说文文 冰冰 我和你爸爸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你们兄弟两个好好上学 以后 就是走出这个大山 所以读书是 唯一的出路 一定得好好上学 所以你们放心 只要妈妈在 你们就好好上学 你们就好好地坚强地活着 然后从那开始吧 我和我弟弟就重新返回学校 又去上学了 但是毕竟啊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您丈夫走了之后 这个经济收入从何而来呢 经济收入收入就是 我种的料是 应该下来买着一点 在那个葱子里面 附近我再打上一点工 就跟他们两个上学 打工干什么呢 打工就是在我们附近 有那个修路 你修路啊 嗯 干小工版修路是 小工是干什么 是搬东西还是 小工他们去 那个车子里面 拉沙子 拉石头 其实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那时候早上起来 我妈干一天的苦力活 晚上回来连饭都吃不动 睡下之后了 到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自己是起不了身的 因为干了一天的活 肌肉还有那个 关节 都是僵硬的 起不了身 然后我和我弟弟 一起不要把妈妈扶起来 从枕头上这样 喃喃地扶起来 我妈可能要做成绩 半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还过了 然后吃点做饭 所以休息干苦力活 那时候特别特别累我嘛 当然一个女人拉扯两个孩子 在农村当然是不容易啊 你的文化水平是 我是高中 你弟弟呢 我弟弟大学 你为什么没读大学 我主要是因为 家里的条件不好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想上大学的话 我妈肯定是滚不动的 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 我就没去考大学 我就去当兵了 然后我把这个上学的机会 就留给了弟弟 你多少年当的兵 我是03年12月份 弟弟是什么时候考上大学的 弟弟是05年考上大学 也就是说前后两年 你们相继走出了大山 对 这对于母亲来说 从03年到05年 对她来说是个紧托啊 对对对 担心吗 走了 嗯 其实挺担心的 那时候 因为母亲一个人啊 我们在县城市 在租房子住啊 有时候 就是我和弟弟在的时候 我妈回来的晚了 我两个人还可以做点饭 妈妈回来还有一盒热饭吃 但是我和弟弟都不在了 我妈妈就是外面干一天的火 回来冰锅冷灶 你让他再找一个呗 当时就这么想的 但是我妈不找呀 为什么不找啊 你找一个日子好一点吗 你不那么孤独 我也没想过找 他们两个就给我 有一年冲击的时候回来 就说妈你又 那个合适的你去找 找一个吧 我们要不要出去 结果也不放心你吧 嗯 万一生的病吗 怎么想 跟下面有人呗 后来 后来我们从来 一个人 给我介绍了一个 那母亲后来再婚了是吧 对 当时电话打完之后 打上打过来之后 我就给妈妈说了 我说妈妈这是个好事情啊 只要 就是这个叔叔对你好 我和弟弟啊 一百个同意 嗯 完全赞同 我也 祝福妈妈 和叔叔 我说祝你们幸福啊 所以在结婚的时候 我和弟弟都去了 嗯 零几年结的婚 嗯 当时零六年 零六年 对 所以 其实一切呢 在 父亲走了之后 又慢慢慢慢变好了 对 对吧 对 我是零八年退伍的 当了五年兵 零八年退伍之后 自己一直在外面 社会上打拼吧 我在外面的时候 其实经常跟妈妈通电话 妈妈 听主我的 大部分就是啊 自己在外面 一定要多学习啊 如果你不学习的话 社会就会淘汰掉 所以说我也 刚开始其实我不是一个 特别喜欢读书和看书的人 啊 架不住我妈妈天天说呀 她老说老说 然后我就开始啊 呃 养成了一个读书 学习的这样一个习惯 呃 后来在二零一三年 下半年的时候 我的一个同学啊 给我说了一个消息 他说在我们那边啊 周县有事业单位的考试 他说不行 你可以参加一下 其实当时我是没信心的 去参加的都是大学生 我只上了一个高中 他说你可以试一下 于是我就去参加了 但是很庆幸啊 我那次考上了 考上之后 我妈的还是特别高兴的 当时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其实自从我爸去世之后吧 好多年都没见我妈 那么开心过 嗯 他那时候哎呀 儿子出席了出席了 今天是我们家里一个大事啊 他说做 妈妈今天去吃 带你吃个大餐 其实就是我妈在家里 冻的那个 排骨炖 冻土豆 一大锅 嗯 虽然特别简单吧 但我觉得那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啊 啊 然后妈妈还给我买了一套西装去上班 呃 去事业单位上班的时候 尊敬还不错 但是啊 呃 真的天灾人祸又降到我的人身上 呃 过了几个月啊 我就出车祸 双目十明了 出车祸怎么会双目十明 当时晚上 因为我们那边北方经常下雪 下雪路滑 当时车就滑到路边一下就滑下去了 滑下去之后 头撞到方向盘上 呃 撞到这边 然后颅骨多处骨折 下面的颜骨和颅骨错位 幼儿出血啊 呃 最严重的就是尸神经 尸神经管 右边的尸神经管骨折 呃 尸神经左边的也是受损了 其实是尸神经受伤之后 两个眼睛当时就看不见了 当时就受伤了 嗯 这个 大姐 嗯 你有的时候会不会埋怨说 为什么老是这倒霉的事 老让你碰着 就是蛮严的 啊 我说这个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平啊 到一眼看法是 两个眼睛 眼睛就准得这么大 这个 左眼 左的眼 全部直戏全部灰热 啥都看不清 你 当时我就 对他们哭了 我说你 你是怎么了呢 对 对 对 我说你 那是她一分 她说 妈没事吧 我的病不是严重吧 连少他也不肯定他的脸 是那个是咋样的脸 他说我的病不严重 医生说不严重 第二天早晨 检查出来的急过是 医生说了 可能你的儿子 医生永远看不见了 当时我就求这医生说 求求医生 你去救救我的儿子 把我的眼睛给他换上 你的书女 那些不是这样的 不是坏的眼睛 他的神经损伤了 他的神经损伤了 不能坏呀 我在病房里面 其实内心的那种绝望 那绝望是一种 我其实最多的更多的是 一说之谈了一口 也没有意味着一点 一切要重来 走路要重来 刷牙要重来 一切都得重来 刚开始就跟婴儿是一模一样的 尿尿的时候 我妈妈给我拿那个小小的尿罐罐 然后我尿掉之后 我妈妈给我倒尿 光倒尿就到了曾经大半年的时间 因为你不会到 你不会上厕所 对 其实你可以自己挪到厕所里去 慢慢摸 刚开始没有任何方向感 老师特别害怕 就是我眼前 我站到这个地方 如果我不熟悉这个地方 眼前就好像跟万丈深渊一样 一步都不敢走 那可以理解 那母亲要各方面照顾 你还得带你去走路 让你熟悉环境 打破你那种对黑暗的恐惧 对 跟照顾孩子一样 对 所以母亲在这个照顾当中 吃了特别多的苦 后来因为我还要治病 还要治疗 她一边照顾我 一边还去在外面打工 为了我给我治病 我母亲将近 前前后寄了将近三十万的外债 所以在当时的时候 母亲可以说付出了太多太多 各方面 对 母亲给了你第二次生命 对 那欠外债要她还 对 她还要照顾你 最关键的是 她担心你的精神照顾 她得让你开心起来 对 这是最重要的 怎么让她重拾信心啊 你都做了什么呀 我去找残联去打问一下 我说盲人这个学的技术也没有 她说盲人只能学 盲人按摩 打听后来还给她不敢说 一说我说害怕她 心情一激动 又发脾气 好多天 可能是十天左右吧 有一天晚上我就大了个单子 给她说了 我说 爱子 我给你找了一个学技术的出路 就是忙着按摩 也不收钱 免费 学管吃 管土 当时 哎呀 她还给我一门 发皮剑 那行 我去吧 哎呀 把我高兴了 后来她就从这 学到那个忙着按摩 就是学了一门技 是吧 就是你现在开按摩店 你就是在那学的 对 那你现在除了开了店之外 你又谈了女朋友没有 谈了 像你这样的帅哥 即便眼睛看不见 也有人喜欢的 那肯定的 这个是你自个找的 对 是我自个找的 我有一次去我们悉尼那边的一个 智商儿童的学校 去参加一个他们的公益活动 然后女朋友就是 这个惠林学校的一个义工 从那开始认识了 认识之后我就加她微信 有什么不懂的呀 需要问什么问题呀 我就跟她问了一些问题 偶尔的比如说需要帮忙的 我给她打电话 她就给我过来帮帮忙呀 这种 然后一来而去 两个人就熟悉了 谈得顺利吗 谈得不顺利 咋了 其实开店之前 我们之间还没有 就是正式确立一个关系 将近有两个多月三个月之后 嗯 有一天下班的时候 我就跟她表白了 从来也没拉过手 我一把拉着手 我说 呃妹妹 呃妹妹 对 回来现在她叫我哥哥 我叫她妹妹 我说妹妹 你眼前这个人啊 除了眼睛看不见 其他的 你觉得还有其他毛病吗 你有没有看不上的 你那时候我哪成 她说我觉得 还行 我说那你要是觉得 还行的话 哥哥今天 正式的追求你 你愿意吗 从来没见过 这么表白 哥哥今天 开正式追求你 对啊 其实当时第一次妹妹 她就没说话 她低着头 当时第一次说 特别羞涩啊 啊 但是她在那羞涩 我已经感觉到 你怎么感觉到她羞涩呢 她老低着头 然后我就拉着她的手嘛 她手心也出汗了 我手心也出汗了 她也特别紧张 虽然没说话 但是我能感觉到 她已经大同意了 你感觉到她急促的呼吸 对对 她红脸了应该 啊 我也红脸了 啊 你也红脸了 对 呃 那有什么不顺利呢 过了一 将近两个月之后 呃 我俩就决定告诉 我女朋友的妈妈 哦 她们家应该是有点反对 当时是极力反对 啊 这也可以理解 嗯 完全理解 嗯 呃 其实在那段时间 她妈妈每天给她打电话 就催她要回来 你要是不回来 她说 还说你爸 你我 还有你舅舅 我们要上来 从那个店里 把你过来 要要人 要把你带回去啊 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俩当时特别着急 也特别担心 然后 那你就跟女友说 要不这样吧 妹子 哥哥还是算了 哈哈哈哈 没有 当时我问了 我说妹妹怎么办 妹妹 然后妹妹就说了 她说 我说你觉得你妈妈要来了 非得要拉你走的话 你有办法 她说我没办法 嗯 那怎么办 然后妹妹就说逃跑 真的逃跑了 我俩在外面跑了 躲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啊 你这挺怂的呀 你这也不叫私奔 也不叫什么 你这叫逃跑 对 我这逃避 躲起来 躲起来了 那你妈不急死吗 我妈其实当时 承受了特别大的一个压力啊 当时女朋友的爸爸妈妈 舅舅都来了 来了之后 嗯 就要跟我妈要人啊 后来就 她妈妈说 你要是真不找的话 我们还得报警啊 好 你你你害怕吗 你也没见过那阵仗 嗯就是 逃你了要人 嗯 那你说什么呢 你不好意思说 她的母亲我看见了 她爸爸她母亲 还有她的舅舅 三个人都来了 来的时候 她的母亲也是哭得 看好一点精神都没有 我看了 一看见她的母亲 我就特别特别伤心 谁都一样呗 母亲都一样呗 我也很理解她母亲 这婆婆善灭了 这婆婆善灭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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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就聊聊聊 她说让她回来了 就一定要让我的女儿回家吧 好我一定我要说 走到她回来的时候 我就把那女儿 嗯到家里来看你 就这么再说了 她们的就 回去了 后来她们两个回来 女儿就回去了 嗯 嗯 现在想一下 这个事情我做错了 我本来是一个男人 应该单起的这个责任啊 嗯 而我选择了逃避 这件事情我真的做错了 让我妈妈承担了太多 现在还反对吗 现在还反对 不过今天我已经想通了 土耐老师啊 其实我也想接受这个节目吧 呃 跟平儿 还有平儿的爸爸妈妈 就是表个决心 虽然我眼睛看不见 但是 我有一颗 真的能够看见的心 而且有一个上进的心 所以我觉得 我以后只要好好努力的话 我可以让 我的妹妹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也希望叔叔阿姨 再多了解了解我 呃 其实今天我女朋友 也来到了现场 哪个 啊 是你是吧啊 现在你爸妈还反对 反对 那你怎么办呢 我想和哥哥回去一起面对 那你今天 你这一上电视节目 对吧 你让 这有点 怎么说 我是挺不懂事的 因为以前 我在家里就是 爸爸妈妈说啥 我在他们夜里 我一直都是个乖乖女 然后自从 我跟哥哥在一起以后 因为家里人的判断 然后我也就 跟他们一直这样着 然后他们的情绪也比较大 他们就 就感觉 我不是以前的我了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打着 为了爱情 可以对抗一切 好像爱情就是生活的一切 所以我就可以跟父亲对着来 其实是错误的 恋爱 婚姻是属于自己的 应该自己自由选择 但其实完全可以用一种 两可的方式 只要你愿意跟 毛文在一起 用实际行动告诉父母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而且将来所有的问题 我个人承担 我不后悔 尤其是我刚刚听 大姐说 说了说了 你母亲也哭了 她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她就是为了你的幸福 毛文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今天为什么来道歉 为什么挑今天 就是在前几天 有一天我妈就是在 打扫卫生 就是从店里边走过去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我说妈妈你怎么了 我妈说没事没事 没怎么没怎么 后来我下午的时候 还是不放心 结果我弟弟打了个电话 其实我弟他是知道的 我妈因为 长期每天就是劳累 然后这个右脚 右脚就是脚掌 那个里边的 长了一个骨刺 每天都特别特别疼 所以我听完之后心里特别难受 作为儿子来说话 我现在眼睛看不见 我妈妈走路一瘸一管 我都是不知道的 我妈妈不说 我是不知道的 我觉得这个儿子做的很实质 刚好我今天想接受这个节目 其实没有其他的想法 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想给妈妈道个歉 然后我觉得 是我脱累了我的妈妈 是我这妈妈受了太多的苦 好 我们今天听到母子之间的对数 是我感觉到母亲和儿子 是一直以来 我们做这么多期节目当中 情感最单纯的母子 他们彼此说话的过程当中 语言的表达都非常的纯粹 我不知道你们三位的感受怎么样 来 今天当毛纹的妈妈出来的时候 整个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一直眼睛大部分的时间都看着地面 我以为她是一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 说话声音很小 但是我后来听完了整个故事 才发现每一个苦难 她都一一地扛过来 你感觉她很弱 但是她又不是这样 而对于毛纹我是觉得 你刚刚说了 刚开始眼睛看不见的时候 我一步都不敢往前迈 觉得前面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你的生活当中万丈深渊的地方 你已经迈过很多次了 所以你和你妈妈是一样的 对这个世界你们是充满了爱和希望 你们从来都没有被困难压倒 我很希望 你们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 温文尔雅地 抵抗着生命所有的考验 加油毛纹 也加油毛纹的妈妈 很感谢你们今天的到来 让我们的内心也充满了力量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谢谢 妈妈的这个母爱 妈妈的坚强坚韧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还有一点是毛纹你自己 你不是从车祸那一天才变得坚强的 在小的时候没有肉吃的时候 你会感觉即便没有肉吃 可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很幸福 所以苦的日子也能品出甜味 那一定是心里有力量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你的坚强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非常真实地出现在你身上 所以我相信毛纹 之所以你能够走过黑暗 除了好心人 除了善良的妈妈之外 是你内在已有的那个坚强 才能让你去愿意去学盲人按摩 才能让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就从黑暗的恐惧当中站起来 才能让你从一个健康人 到了现在一位盲人 你还依然有勇气去创业 去完成自己的再一次的重生 这是你自己内在的力量 我相信在未来你的生活当中 你身边的人 包括你以后的爱人 他的家人 都会为这个家庭当中的善良 为这个家庭当中的坚强 为这个家庭当中如此有爱的 不离不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感动 因为过日子就要和人的本质去过 有的人眼睛两心下 有的人眼睛看不见心亮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西宁我去过很多次 那是一个离天空特别近的地方 那里的天空特别蓝 云特别白 人特别淳朴 夏天特别凉爽 冬天特别寒冷 宛如毛纹的一生 有温润的时刻 也有寒冷车骨的时刻 你完成了一部电影 妈妈再爱我一次 你让你妈妈 爱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毛纹 一个是眼睛明亮的毛纹 一个是完全失明的毛纹 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它充分证明 母爱的无私 但我相信全天下的妈妈 包括我妈妈在内 都会怎么做 我们无以为报 唯有去善待她 给她开两千块钱的公司吧 几七月 她只需要在你身边看着你 但什么不重要 毛纹 一个失明的残疾朋友 开着一个店 养了十几口的员工 不是社会的负担 反而成为这个社会 能纳税的人 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点赞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 看所有所有美好的故事 你看全是正能量 全是善良的集结号 全是努力奋进 全是相互的扶持 第一 我希望能成为社会的常态 第二 这就是你们以后的任务 希望这个故事 在咱们告别以后 有一个更加圆满的需求 你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接下来你所面对的最大的困难 就是不信任你的岳父岳母 准岳父岳母 对 但我相信看了这些节目之后 他们会信任 所以说其实你 应该更自信一些 好 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其实你做的很多事情 更胜过于一些有正常视力的人 好不好 好 接下来你有什么话对妈妈说 谢谢你来了 妈妈 第一次你生下了我 二十八年之后 你又一次救了我 你给了我两次的生命 所以在今后 妈妈请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努力 好好工作 在这个舞台上 请允许我向你说一声 妈妈 我爱你 妈妈 妈妈的礼物是什么 你看不见我就帮你拆啊 好 这你挑的还是你女朋友挑的 我们两个一起挑的 你们两一起挑的 我帮你拿出来 是个戒指啊 就是那时候我爸妈妈 结婚的时候条件特别不好嘛 我可能只有六七岁的时候 在地里干活 我爸爸就给妈妈说了 他说我们那时候结婚 也没给你买东西 也苦了你了 过几年条件好了 我一定给你买个戒指 买个项链 当时我妈妈其实也会很不在意啊 她也是笑着 对我爸爸说好 我等着啊 过几年条件好了 你给我买个戒指啊 这是这是你女朋友挑的 对 你女朋友挺聪明的 因为这个戒指是可以调的 对对对 是可以调大小的 来来来你给你妈妈戴上 我给你掰开了一点 老师调得刚好 调得刚好是吧 对对对 你看我这儿子也很孝顺 哎呦 这以后就戴了戒指 就不能干活了 我干活的时候 妈下来 再妈下来啊 你以后就带 你就干那种 不太需要手去干的活 谢谢儿子 这是我第一次戴金子 你先吗 第一次我戴金子 第一次 这是我替我爸爸给的 谢谢儿子 行行行好好好 始终保持好你的单纯 好的 记住妈妈 好吗 知道了 好谢谢你们俩 谢谢老师啊 谢谢大家 谢谢 往后走啊 妈妈 别给了我两次的生命 结果的灵魂 我们一起加油 我爱你啊 粉碎在你的风暴里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笔质高药页 特约播出 感恩生活感恩有礼 谢谢关爱儿童的笔质高药页 为两位当事人所提供的丰厚的礼品 我记得某一个小品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叫做天真 未必无邪 现在有很多人都扮天真 但是今天见了这对母子 尤其是这个男生之后 我是真正知道了什么叫无邪的眼神 大家感受到了没 她眼神当中非常单纯 看不到一点点哪怕是负面的黑暗的 或者是灰色的东西 我相信她如果能够带着这份单纯和美好 继续她的生活 我相信她和她的母亲 她的弟弟 她的女朋友 一辈子都会快快乐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笔质高药液特约播出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笔质高药液特约播出 孩子天天长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促进生长发育 笔质高台 类氨酸磷酸青钙颗粒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正常生长发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